这是一个主要有充足的 收集这方面的一些证据 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李静静不是谈到 现在美国看待的中国 和美国在2011年 中国刚刚入社的时候 看待的那个中国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中国 第一美中关系的基调定了 第二这个很多问题 都涉及到国家安全 那么这个安建立的这封信里头 他们这个公民力量的 这个主题系列 专门提到了腾讯里头 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 一些部分 所以说呢 这个打这个官司的话呀 你有没有考虑到 就是说按当下的这种背景 和最新的情况来看 言动自由也不见得不能够 作为一条进攻的路线 方先生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越扯越复杂了 实际上呢 它是个很专门的问题 对 它是个很专门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去 去怎么攻击 都是你的选择 对不对 那么从我们广大的 普通的用户来说 我认为我们并不希望 你一定要去搞那个言动自由 那个东西 对不对 你哪怕就赢了 赢了就说放开了 放开了 他怎么可能放开呀 他就关闭了 什么都搞不成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说 你要起诉 你总要考虑结果 还要考虑这个成本 你要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钱 很多精力 花很多年的时间 值不值 这是要考虑的 而且关键是 你就是把这个 腾讯公司告败了 告破产了 他后面的中国政府 再起作用了 这个政治体制 没有改变了 再来一家公司 或者新浪什么公司 雅虎什么公司 他做同样的事 你又去告吗 告不过来的 说说了 我认为是应该这样来 就你告可以告 有些刚才不是 有些技术方面的吧 商业方面的 经济方面的 可以告一告 然后呢 很多都是情外火解了 赔点钱了 改进一下了 当然会有作用吗 怎么会没有作用呢 花这么大的力量 对不对 哪怕就是输了 也会有正面的作用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个事情呢 就是杨经理先生呢 作为一个主发起人 还要带你一大方子 搞集体官司 要花费的 对不对 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应该充分的考虑 我考虑的 就比较悲观了 就你如果杨经理 大火全盛 就刚才会 十年不变 已是神了 中美战争当中 一部分的话 大火全盛 最后 人讯就关门 对不对 大家都没有这个东西了 何必呢 所以说我认为呢 我们可以退一步 就是说 告可以告 但是从一些技术层面呢 经济方面呢 去告 然后呢 双方达成火箭 实际上放开一些东西 他也不可能全部放开 因为中国政府 有这个害恐惧 刚才那个 李静静先生说 那个什么不联网 中国就是搞到一个局域网 他为什么 防火墙啊 防火墙就成了局域网 那个 我觉得是我们邦家的 都是我们邦家的 那个 方 什么 那个搞 防火墙那个 油电学院那个 好 还有就是 方舟子 方舟子就公开批评 什么互联网大会啊 就是一个局域网 所以说 方舟子就被赶到美国了 都不能回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就是现实 我们真正要解决 中国的问题 你必须要到中国的 共产党里面去解决 而不是你在外边闹 外边闹就成了一种敌对 当你两个人成了敌对的时候 你根本就谈不拢 所以为什么我跟民运的这些人士 经常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不是什么反对派 你们是敌对派 你们站在外边 像刚才李先生那样 他是什么 红龙啊什么说不是 反正就应该被整垮 实际上他们也是人 习近平他并不是不知道 搞民主的好处 但他怕 怕你们这些海外这些人 就会要清算 谁都怕清算 谁都怕像齐奥塞斯布布雷一样 一旦被抓起来 马上枪毙 然后枪毙后马上宣布 从此没有死刑 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 对不对 都怕 所以说共产党也怕 不怕他看上去很庞大 他也怕你这些言论之语 讲讲讲 比如说民主 在诸福州啊 一下就把你讲垮了 讲垮了以后又有很多人 要来清算你 他不怕吗 肯定怕了 他最后没办法 就拼命的往抗 均拼命的控制 你说他是互联网 他我就是局右 你妈怎么样 好了我们在又有举手的了 那个导播 请这个举手的嘉宾 那个观众发言 小平先生 这个其实啊 可能现在海外的很多人啊 他对中国的这 中国具有垄断性的四家高科技公司 我们叫BATD 这个腾讯 这个阿里巴巴 百度和京东 这四家网络公司 基本上垄断了网络平台 整个网络平台 实际上这四家公司 在成长的过程中 自己互相打架 是打得非常厉害的 马云在早期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 我宁可活在来往的路上 我宁可死在来往的路上 也不活在微信的群里 其实就是这几家公司 打得非常厉害的 也就是当政府意识到 这几家公司 在新的科技手段面前 可以为政府做很多的事情 那么才掺和到了 这四家网络公司 各自划断 你做一块 他做一块 所以在搜索引擎上 基本上是百度 在交易平台上 基本上是阿里巴巴 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又基本上是腾讯 他其实这个 这个风是政府有意识的 把他做成了这么四大块 所以现在对他的打击啊 就中国内部来讲 如果你不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有垄断法的 你不如果 不用垄断法 把这四家公司分拆掉 几乎 几乎其他所有的科技类的公司 都必须寄生在这四大平台上 否则他是没有生存一地的 但是美国 但是美国呢 美国现在对 现在最火的TikTok 都没有做出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明确的 TikTok这个 叫什么抖音吧 这家公司是美国公司 是自杰公司 收购了美国的一家公司 然后做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他的服务全部在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媒体 或者是司法领域 都没有对TikTok 这个他更厉害 所以其实这一次 杨建立对这个 当然我当然是希望杨建立 去做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 他真正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真是表示怀疑 最大的可能就是最终 腾讯把在海外 因为十年前我们讲 在起诉百度的时候 那还是PC的运用场景下 现在已经完全是移动端的 这个天下了 可能再过 等杨建立把官司打完 可能另一个应用的场景 就发生变化了 所以这个变化速度特别快 现在在科技领域 像这种迭代 几乎一年就有一个迭代 我就觉得等杨建立 把这个官司打完 这个迭代就已经结束了 就换了一个新的应用场景了 最好的结果会形成 我自己在想 在海外形成了一个APP 在中国大陆一个APP 就像TikTok 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样子 在美国和海外是一个样子 中间只是用某一个技术 来把它打通而已 相互之间 可以有限的连接 也可以在某个实际上 把它断开 现在的技术 就司法领域来决 这个是问题 我觉得已经有距离了 现在的技术发展太快了 应用的场景 发生也太快了 但是法律上 并没有准备好这些东西 因为我在困内做科技的学 我做了四年 我都快被这种做法 都快逼死了 我们做过节目 我讲过这个事 其实是这样的 金金你回应一下 金金你又讲的吗 我觉得金金很好 这个中国的那个问题 美国的问题 他们在那个大科技 除了政治问题上 还要垄断的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社会的发展来讲 为什么中国要学在美国 要反垄断呢 这个当然习近平以后的思路 是不是会绝对反垄断 我们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国营企业是最大的垄断 它现在强大国营企业 那么它好像似乎对反垄断 不太很关注 但从社会发展来讲 它是一种趋势 自由竞争 社会发展唯一的道路 那垄断为什么要反 就是因为它妨碍了自由的竞争 该是谈到点子上的问题来了 那么法律上来讲 不是完全的做不到的 那么我们如果在 程序的公司打赢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还有其他的公司都可以 照章来办理 据上在美国你可以看到 这个Facebook 还有Twitter 他们不停地被美国的 这个有关的部门在发款 说他们搞垄断 所得违规的行为 当然他们还没有上升到行刑案件 但是在民生案件当中 他们不停地在付发款 这个程序公司的话 这么去做法 还有可以挖出其他的问题 那么美国的司法部 也会在某个阶段也会介入 都会逼迫他们呢 走向这个我们已经确定的 一些基本的规则道路上来 不管你科技多么发展 当然有些东西你还 已现的是做得到的 换句话说 比方说我们今天来讲 你设定屏蔽词 这些做法 那么我们先不要说 我们能否使中共逼迫他不这样做 那么我们先不要说 哪一天能够逼到这一步 从一个正义的观点出发 这样做法对不对 如果他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每一步 最后一定在某一天 会达到我们的目的 一定要逼迫 你中共你要不要笑他 你要不要改变你的趁头 或者是部分慢慢的改变 总而言 总而言之这种诉讼呢 总会逼着 这个中国的企业 和中国政府之间 这种密切的联系 一定要分开一点 然后呢 中国的这个企业之间的 这种通过政府啊 本身来像刚才讲的 那个辛格讲的 那个中国的四大农账公司 本身也是通过国家权力 来建立起来的 那么我们打击他们 不能够靠国家权力 来那个垄断那个市场 同时呢 我们的就是告诉方先生 他说 市场啊 丢了那个微信啊 没有关系的 这个市场多几个微信 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发展 那个自由的竞争 还有希望 我们不要担心 微信没了 我们明天怎么办 你这个是中毒的感觉了 微信中毒了 是吧 所以呢 我对微信 最后对方先生的 做个评论 微信中毒了 这个我们那个 谢谢李律师啊 这个说这个 方先生这个微信中毒了 我也在这个 节目中呢 一再批评大家 对微信 在它垄断之后 对它形成依赖 最好你把自己装进去啊 这个某些方面 跟我观点 也是这样 那么呢 我们导播 看看 你刚才说好几个举手的啊 现在我们再听一个 再接一个 好 这个有一个网友建议 让那个方先生谈谈 你认为这个比较可行的行动 你可以 就是在这方面 你什么 你觉得这个起诉 首先感谢主持人 感谢观众 感谢李律师 和那个心得啊 都非常理性的 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感觉非常高兴啊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我这个人呢 就喜欢走中间路线 因为你采取法律行动 作为律师来说 美国律师很有名气嘛 什么事情都喜欢打官司的 打赢了有钱 打输了也有钱 对不对 所以说律师啊 他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工作性质啊 哪怕是个杀人 他也帮他辩赴的吗 对不对 这个都很清楚 那么我呢 作为个社会教育生来说呢 就不一样了 我就要从中来分析 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要沟通 你如果两边都是对立 你就很难找到 折中的方案 对不对 那么这个折中方案 实际上是很简单 你这样打官司 这样也闹 最后好 就达成一个协议 我们这个平台 微信平台 纯粹是一个通讯平台 任何政治宗教 什么容易引起 真正的东西 别上在上面来 大家都克制一下 你是搞明的 你在什么Facebook 推特的上面 什么怎么搞都行 但是你别在我这个微信上面来 好不好 就让微信成个纯的 民间的免费的交流平台 如果大家能够达成这个共识的话 那不是挺好吗 就挺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嘛 很容易的啊 所以说呢 小平感谢你 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的 不容易 再也不容易 我们要争取嘛 我们要努力嘛 我们一代不行两二代嘛 对不对 中国的民主化 不是一两代的人解决的 对不对 我们要有这个耐心 我们要不断的努力 也要不断的打官司 我也要不断的游说 这么挺好吗 如果没有人举手的话呢 我问李津津律师一个问题 刚才我谈的是这个 有刘翰先生来说 刘翰你先说吧 好的 谢谢小平先生 谢谢 我觉得吧 杨坚帝先生起诉 那个微信是可以的 微信太流氓了 对吧 非常流氓 就是 然后 微信微信多了 三人家 三人家的 三人家的发言 对吧 封人家的号 那这都是流氓行为嘛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想要不用微信 而且找不到替代的 对吧 找不到替代的 这个什么 什么 Facebook 什么 推特 那在国内下载不了 没法用 你不翻墙 你下载不了 没法用 那就很烦 好吧 这个 所以 但是国内 你说国内 你不用微信 还真不行 对吧 因为你 所有的朋友圈 所有的都在用微信 它就是一个垄断 那起诉它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起诉它 就直接 直接美国 美国就应该对等 就是把微信啊 腾进啊 这些包括阿里巴巴 这些全部赶出美国市场 别让他们进来 对吧 你这样不对等 像我们想用其他的 那聊天软件 用不了啊 没法用啊 也下载不了 也也也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市场 我就发现 你支持这个官司 你觉得他太垄断了 对 这个还有这个 导播再接一个问题 看看有没有 嗯 大家好 现在我在看 没有人举手 那么我们看看 有没有人 那么没有人举手呢 我就来问你 你你你 经济律师一个问题啊 我刚才谈的问题呢 是实体法上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样 去证明这个 私人公司 这个 请犯的严重自由呢 你必须证明 他 扮演了这个公共广场 啊 那么狭一点的说呢 就扮演了这个国家 或者政府的这种功能 那么这个 这一点呢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 收集 腾菌那些证据的话呢 啊 我讲了 腾菌可能要吃官司的 这是这是 这个 拜官司的 可能性很大的啊 这是一个 第二 我想请问 女经济律师 就是说 这个官司如果真打的话 他一个情绪上的问题 他这个管辖权的问题 他怎么解决 是不是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刚才已经谈过了 长臂管辖权 完全没问题 程序任何公司 我都可以 有观点的公司 我都可以告他 呃 这个 只要他在美国 有任何一点点 分益 哪怕一个小的 小小的公司 我都可以 把他告上 这个腾讯那去 所以你不用担心 这个管辖权 呃 腾讯在美国 我们去做研究 但是 至少不止一个公司 他投资的 有很多投资的公司 在腾讯下面 他有700家公司 有数十家在美国上市 那个根据这个 公民这个训谈的 提供的情况 数十家公司 在美国上市 对 他只要有一家公司 我们就 我们就 把他输 就可以把他输到 我们讲的不是输到 输到 就是说 呃 有长臂管辖权利 就 none arm 的 jurisdiction never mind 不要担心这一点 哦 这是没问题的 嗯 嗯 绝对没问题 这个管辖权 好 金先生 您请 就是李律师 我想提醒一下 这个 呃 腾讯对 特斯拉是有 大概当时是 5%的 股份的投资 这是个 对特斯拉 有投资 所以说 这是一块 不错的蛋糕 可以分一分 哈哈 这不错的蛋糕 嗯 是啊 嗯 这没办法 对吧 法律就是法律 对吧 呃 告赢了 咱们就去 分福财 很好的事 没办法 哈哈哈哈 谢谢 就这样 这个官司看着 是呃 我觉得这个 我本来呢 想请杨建立先生来谈 杨建立先生说 我现在因为 在这个 官司的过程之中 他他在忙这些东西 他说 也许啊 就是这个官司啊 到了一定阶段之后 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所以说这次没请到他 嗯 呃 小平先生啊 嗯 其实就是腾讯公司啊 因为腾讯的某公司 他其实是一个BVR公司 嗯 因为这是整个 就是说在在在海外市场上市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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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结构来 来来来来决定的 所以说如果说美国的法律 就是刚才李静静老师说的 嗯 按照长命法 其实起诉呃 腾讯公司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腾讯公司 腾讯的上市主体 作为一个公司和他的母公司是两回事 这个BVR公司是什么公司 腾讯公司 他又是一家 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上市公司 他可能有存托证券是在 是是是在这个美国的纳斯达克 或者是什么 但是呢 作为腾讯作为上市主体 他其实投资了美国的 可能几百家科技类公司 这个我们知道的 这个可能美国的 这个这个初创公司 可能有几百家 其实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就腾讯作为现在 在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一家 一家一家网络公司 他所涉及的范围 他所涉及的在线上的资金的交易量 那现在 我觉得美国的没有几家公司 能赶上他的 这不是这不是夸 中国的这四家的这个这个 垄断性的网络公司 就其技术和它涉及的范围 我相信美国现在的网络公司 真的要拿在市场上来拼一拼 恐怕谁赢谁输还很难讲 当然在一个一个一个法律 一个严肃的一个法律面前 这样的公司是一定不会分拆的 因为他完全完全这个这个打击了 任何一家这个和他相类的公司 所以刚才那个那个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先生 他觉得这个微信会怎么样 其实把这个公司打掉 全世界有同类的这个社交软件 上百家 美国的同一类的这个这个社交软件 很多的像像像Facebook 像Lan 像像像像像像Exgram 像这个Twitter 他美国就有十几 就是美国这种大大小小的这种交易性软件 有十几家 中国两家 中国只有两家 腾讯一家 另外一家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在非典 中国非典的这种状态下用的特别好的 就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丁丁 中国的社交网 就是两个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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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是中国最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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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叫B2C的 B2B和B2C 这么的一个一个软件 你的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学习那个叫什么强国 学习强国那个APP 其实就是马云他们设计的 其实是跟丁丁是挂的 就是你上班 要盯一下 就报道 开会 就是我们用的Zoom这个 在丁丁上是完全实现的 包括你的报销 咱们在美国 美国的大公司会使用一个 Control的那个 那个报销的软件 在丁丁上全是覆盖的 就是说 中国的这些社交软件 几乎涵盖了你的生活的每一部分 出行 购票 报销 上班打卡 全部都给你 这个开办公会议 全部都给你 给你一个cover住的 我们现在要 在美国是达不到的 美国没有一家公司 能够做到这样的 星哥 我们给Freyman 后面还有三位 OK 请Freyman 吃饭了 好的 小明哥说好 静静如果要回应的话 方先生如果回应 到时候你们那个业举手 Freyman你请讲 好的好的 感谢 我就想请教一下 静静律师 杨建立先生的这个控告 代表那个组织 不是杨建立 是那个据说 现在那个 有美国的那个 得了新冠 这个肺炎的病的 有一些患者 正在组织律师 控告中共 假设 静静律师 假设这个官是 在美国的法院 法官判赢了 他可能会 怎么来执行呢 好像执行有一点困难 这位先生 你好 提到很好的问题 打赢了执行不是问题 因为如果 他看你的对象 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在美国的资产 很多呀 他可以冻结你任何一个 资产执行的 这个完全没问题 我有信心来执行 问题还是 这个案子和我们前面 现在讲 承讯的案子来讲 更大 相对的来讲 更具有政治性 这方向 刚才那个 澳大利亚的先生 可能还没提及到 这个问题 那么因为 这涉及到一个 国际法的最终的一个问题 一个国家的主体 在这个方面 是否可以成为一个被告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我对此 对这个案子 它的前途 信心不太大 很多人呢 很多人呢 开始 在这个 新闻报道之前 已经有人找过我了 不是一个 怎么打 怎么做 我拒绝 我说 这个案子 不是我 能做得着 美国的顶尖的律师 加上十个脑袋 都是很难的 做成功的一个案子 但腾讯的案子 那不一样的 腾讯案子是有实体 那个 有它的管辖的法律 在美国中国 都有它的这种企业 在美国法律呢 都有它相应的 法规 现成的 它也没有那个豁免权 就主权的豁免等等 所以 我就 顺便谈谈我的感受 我是希望把它搞成功 但是呢 更大的问题是 对待中国的这种 这次在隐瞒疫情 导致它的泛滥 成为世界大流行 就pandemic 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讲 更多的未来的 对中共的 这种做法是 可能 更 从政治方面来看 中共的损失 可能很大 他们可能 更多的从政治方面 和整个的将来的 这个经济 世界产业 角度来讲 去 取诉和对付中国 而不是通过法律 诉讼 好 这个下个问题 老蕊先生您请讲 你好 首先呢 我是 比较赞成这个 杨建立先生 去取诉这个微信的 那么取诉完之后呢 我现在想 聊一下 不管他胜诉 还是败诉 对于 墙内 或者是海外 这些 人 这些使用者吧 他的一个后果 是什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关注到前段时间 那个 TikTok的事 就是一位 穆斯林吧 好像呢 那个是 闹到最后 也是不了了之 就像刚刚 李律师所说的一样 他可能 也不是 也不是可能吧 已经这么做了 他就是把海内 海外 已经分成两堵墙 那现在 抖音就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例子 你海内的 你根本 你看不到海外的一些情况 对不对 他这么大一个例子 那么 你不管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不管他胜诉还是败诉 如果说对于国内的用户来说 我感觉还是比较悲观的 毕竟你身处在这么一个 厉害国的一个墙内 我还是比较悲观的 不知道这一点 那个 李律师怎么看呢 大概我是想从结果方面来 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你是跟方先生有同样的担心 对不对 方先生的担心是什么 方先生的担心是担心说 那 你这么搞的话 那使用者怎么办 这方面我倒不是担心 我只是说 你哪怕这件事 你去做了 然后呢 对于国内的这些用户 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这是这么一个问题 对 李律师他要 他也自治关系 但是他担心那个问题 对 对 刚才那个先生说的一个话题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从长期 和短期来看 从短期来看呢 程序一定会有一个方法 来解决的诉讼的结果 所以我讲的是诉讼是 程序输掉以后 那么 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 那法官可能会让他限期整改 就是说 不让他再出现这种 领币 美国人 或者在海外的这些 信息的 这个要求 有个竞争令给他 这是肯定的 那腾讯会在 一定会做些更改 更改了以后呢 他中国国内呢 肯定呢 又有一个相应的办法 来对付他 所以说我刚才说 他是大红的 他非常聪明 就像我们这冠毒病毒 那个冠状病毒一样 他会变了 他太聪明了 他马上会根据 相应的办法 把两个领域 一种 这个怎么样的协调 来满足法官的要求 他一定要这样做的 要不然他就没办法在海外混下去 但是从短期来看呢 他有办法来协调和规避美国的法律 但从长期来看呢 就是说会对中国的言论自由 一个很大的推动 他是慢慢慢慢推的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对此呢 应该有信心 这是信心 好好好 这个 这个 刚才方先生就是不抱信心 他的一个大 就是他觉得不可能 他就是悲观论 这个李先生 李金先生 李金先生 李金先生是乐观论 我们再听听别的观众 有没有问题 那个马先生 主持人 这个 我们有一位金先生 在举手 金先生 你请讲 你好 你好 小平 老马 这个李律师 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好像是今年的四月底 就要开始 强制性的要求 中国这些公司 open他们的book 对吧 就是 就是 接受美国的审计 腾讯跟这个有关系吗 这个好像 这个美国 国会的压力很大 但是这个 真正采取行动 他有法律 好像 我印象中 有法律 但他一直没有去执行 现在是国会议员 在多处执行 在法律 金金 你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我就是这个问题 谢谢 嗯 谢谢 哎 你 这个问题再重复一下 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的意思是 听说 美国的法律 现在要对中国资本的 在美国的上市公司 要进行一个 财务上的一个审计和清理 过去呢 中国政府一直 包括中国的很多公司 说呢 这是国家安全 或者国家秘密的借口呢 来回避这种审查 但是现在美国国会呢 一直都在强烈要求 这个去审查 但是政府似乎 没有什么样的做法 他这位观众的意思是 是否这一次 会对这些公司 在财务上也进行审查 我没理解错吧 对没错 嗯 不 对我没办法完全回答 因为我告诉你哈 美国的那个会计公司 美国的那个政权法的要求很高 他一定要公布他的会计 但有些方面他不能公布 哪些限制 我没办法 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那么如果4月份这次 美国政府的这个行动和要求 针对的是什么 一个部分呢 我没办法回答 但如果要有的话 要做的话 美国政府已经会做得到的 现在中美之间已经完全 就是用习近平的 甩壳 甩壳膀干起来了 两边 已经没有 没有这种 颜面可言了 只要 只要他们想做 这件事情一定能做得下去 所以 对这件事情来看呢 看起来是双方都上 从经济效果来讲 中美两个之间的打仗 可能都会说 从经济上层面来讲 但长期来看呢 对中国这样一种 这个非常危险的 一种独裁专政的那个事情 独裁的那个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遏制 我们必须呢 我是有信心看到 对中国这个大荒荒的遏制 这个方先生听过这么多人 对你的这个